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期跟大家谈了他黄永胜和吴法宪 那么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李作鹏 但是李作鹏这个人 我在大概去年11月份 在明镜的解放军文革当中 专门谈过李作鹏 那么今天我想谈一谈 稍微谈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谈一下李作鹏回忆录里面的一些情节 还有李作鹏在两岸审判当中的一些故事 那么我手头这是一本李作鹏的回忆录 他去世以后 他的孩子们把他当年的写的回忆 把他整理了一下 然后由香港的北京出版社出版 那么上下册 主要是讲他早年的革命生涯 以及建国以后 中共建国后的一些经历 那么今天想在这跟大家谈一下李作鹏回忆录里面 他里面专门提到的一个叫做陈光案件 为什么要提这个陈光案件 因为陈光这个人 我估计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了解 因为陈光他去世的很早 这个五四年就去世了 就死了 所以后来长期被在中共的党史上 基本也不提这个人 那么他当初是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中共军史上 党史上 以及中共建政时候 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知道的人都很少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陈光案件 那么这个案件 他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 那么到底是谁搞的这个案件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觉得呢 有这个 趁着这个机会呢 就跟大家谈一谈 因为李作鹏这个回忆录里面特别提到 而且大家了解的又比较少 那么陈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他首先呢 他是共军里面的一个 非常高阶层的一个这个军队的高级将领 他的资历呢 是非常的老的 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跟林彪 这个 陈毅 朱德 他们这些人相 这个媲美 这个陈光呢 他是1905年了 这个2月份呢 就出生的 这个早年呢 他就很早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 他就参加这个革命了 1927年呢 加入中共 28年呢 他参加了这个湘南起义 后来呢 他这个起义军这支部队呢 就跟着朱德陈毅啊 一起 这个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 那些个残兵败将呢 一起上了井冈山了 然后到井冈山呢 当然就和毛泽东啊 搞的那个秋收部队的那支 那支呢 就是农民军呢 就合并了 也就是说呢 陈光这个早年的革命资历 非常之早 早于就是 甚至比林彪还早 就是他很早就参加革命 也就是这个 很早就上了井冈山 那么他上了井冈山以后呢 历任呢 这个红四军的这个连长 红一红四军 什么大队长 然后呢 参加了一些个 一些个战斗 又又这个 三零年呢 又任这个 红一军团的 这个三十团的团长 还当了这个师参谋长 三一年呢 还出任这个红四军的 第十二师的师长 三三年呢 五月份呢 他任这个少贡国际师的师长 又当过这个红十五师的师长 红一军团二师的师长 参加过历次的反眉角 然后这个参加了长征 比如像什么强渡乌江啊 攻克尊义啊 四渡赤水啊 飞多卢定桥啊 凡是中共这个 这个长征历史上所能说出来的这些战役啊 攻打辣子口等等等等 他都参加了 所以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一个人 而且呢 他还带领过这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林彪是这个红一军团的这个军团长嘛 那么他还带领过这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而且呢 在林彪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呢 他还带领过这个115师 八路军115师的代师长 林彪是师长嘛 就是这个国共合作了以后呢 这个红军呢 被改编成这个第八路军 那么林彪是115师的师长 那么打了这个平行关战役之后啊 林彪呢 被这个阎西山的军队啊 这个误伤了 打开了一冷枪 误伤了 误伤了以后呢 就就没办法继续在军队里战了 那么就回延安养病 后来又去了这个苏联 那么这个陈光呢 就担任了这115师的代师长 所以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军内的地位啊 基本上是跟林彪 贺龙 刘伯成 徐向前 跟这些个人的地位是 基本是差不多的 如果日后这个凭什么元帅大将 他凭不了大将的话 凭不了元帅的话 至少才能凭大将 因为他在中共军内的资历 是非常的老的 非常高的 就就 慢慢的就 就就地位就 就就在军内就下降了 这个跟他本人呢 这个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就陈光这个人呢 他虽然能打仗 但是他性格很 很匠 很执拗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他这个 有跟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啊 往往是这个处的不够好 东北 也就是这个东北 中共 辽审战役的前后呢 他是这个纵队司令官 那么他在这个打仗的期间呢 跟林彪发生了一些个 矛盾 因为林彪当时是这个 东北野战军的司令 司令员兼政委 在作战方面呢 有一些个意见的不合的地方 另外呢 林彪呢 跟他调这个军队 跟他调几个电台 他好像也不大愿意 这个 所以呢 跟林彪就有了 就有了一些个矛盾 那么 49年的时候呢 这个四野开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时候呢 林彪在会上就传达了这个 当中共的这个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 还特别讲到 说防止这个鞠躬自傲啊 据说林彪呢 当时在这个会上还点名批评了陈光 那这个陈光呢 他性格挺倔 所以呢 他就起身 就离开了会场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 这个林彪跟陈光的关系呢 就 就就搞得很僵了 那么后来 陈光这个 呃 倒霉的时候呢 他就 他就觉得可能是林彪 呃 陷害他 呃 那么这里边 那么这里边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陈光这个案件啊 他是这个中共的建国初期广州军区的一桩这个药案 但是由于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 而且呢 他这个内情呢 基本也都封锁起来了 所以大家知道的很少啊 啊 那么最近这几年哈 大概是从啊 这个本世纪初开始 那么有个别的一些文章呢 就提到这个陈光的这个案件 啊 有些杂志呢 登了一些个文章 那么开始说一些个事情 但是呢 把这个陈光这个案件呢 把它说成是什么呢 把它说成是呃 林彪这个陷害了 这个陈光啊 所以呢 陈光在这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军区呢 就受到陷害 那么后来呢 他就不幸的这个韩元去世了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这些文章呢 都回避了一个这个 基本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 那到底是什么人 以什么名义 在广州军区主持了 对陈光的这个整肃 那么李作鹏呢 恰恰是这个陈光事件的一个亲历者 所以呢 他的这个回忆里边呢 就专门提到了这个案件 提到了这个案件以后呢 基本上呢 就对我们了解这桩这个陈年的这个公案 就有一个比较啊 详细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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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那么陈光呢 他当时呢 是在这个呃 是任这个广州军区的这个副司令员 而且呢 他还兼的这个广州 警备区司令员 李作鹏呢 他回忆呢 就说呢 1950年的7月份呢 呃 当时这个广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啊 这个叶剑英呢 就召集这个军内开会 召集了谁呢 有这个15兵团的司令员 这个邓华 呃 政委这个赖传柱 还有这个当时 呃 李作鹏呢 是这个参谋长 啊 李作鹏呢 就说呢 这个会上啊 这个叶剑英呢 就宣布说陈光这个人呢 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央呢 已经决定先把他控制起来 软禁在家 然后呢 再调查处理 啊 叶剑英呢 还代表中央这个宣布了这个陈光呢 犯有诸多的错误 那么叶剑英到底都有哪些错误呢 呃 叶剑英呢 就举了四条 说第一呢 他是通敌 说这个啊 说陈光呢 和蒋介石呢 在香港和澳门的特务混在一起 以情报自敌 这是第一项罪名 那么第二个罪名呢 是说呀 他是反对啊 这陈光反对现任的这个党的领导 啊 对广东现在的党政军领导人呢 表示不满 那么第三个呢 说陈光呢 有可能外逃 已经准备 他有可能跑 要去香港 啊 而且呢 蒋介石的这个特务呢 啊 已经准备 说要把这个陈光啊 弄到台湾去 当然这个罪名呢 很严重了 对吧 你又自敌 啊 又准备外逃 那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情节了 啊 第四项罪名呢 啊 叶剑英说呢 那么陈光家中了 私藏了大量的武器 啊 这个李作鹏呢 他就说我当我听到这个叶剑英这个突然这个宣布啊 他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这个陈光他是军队的一个老干部啊 而且原来这个军内的地位也是蛮高的 怎么会一下就有这么多严重的这个问题 而且他以前也没听说过 所以呢 显然呢 这是叶剑英啊 邓华和赖传珠 他们几个人呢 已经早就商量好了 基本上 他们大家呢 基本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呃 由于呢 这个李作鹏和陈光这个原来的私交还不错 那么叶剑英就布置一个任务 就说你啊 李作鹏啊 你就 找一天呢 你把这个陈光约出去 去郊游 然后呢 我们呢 带着这个人呢 就把陈光家里头啊搜索啊 看他们家里到底都有哪些东西 当然这是等于是布置下了一个任务 那么李作鹏也没有办法这个不接受 所以呢 李作鹏呢 就安排这个跟陈光说我们到这个郊外呢 去去去去旅游好了 据说呢 就到广州郊外这地方还找一个地方还就划了划船 所以呢 就趁着这个陈光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 由这个兵团的这个政治部再加上省公安厅啊 布置人手到陈光家里动手搜索这个陈光家里啊 收缴他的所谓的武器啊 把他这个监管他们家里的这所有的人员呢 清理陈光的原来的所有的文件 等等等等 那么李作鹏呢 就按照这个剧本来行事嘛 等陈光 呃 交游完回到家里来一看 已经 也就等 等于是已经都被都被这个抄家了 已经都被解决好了 他他就没什么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嘛 但是陈光就不服啊 陈光就说呢 要求这个中央 北京专门要派人来到广州来调查他的问题 啊 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呢 亲自介入 但是叶剑英不同意 叶剑英说说 他说你这个陈光的问题啊 我早 我们早就报告党中央和这个毛泽西了 啊 党中央和毛泽西完全同意我们对你的这个处理 啊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处理过程来看呢 基本上就是叶剑英一个人啊 一手操控 这跟林彪没啥关系的 那而且呢 也是报请毛泽东批准 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他 啊 来这个搜索啊 控制啊 陈光的这个 整个的决策 布置的执行的过程来看 啊 这里面没有林彪什么事 所以说是林彪迫害陈光呢 基本上是没什么道理的 那么林彪有没有涉及到这件事情呢 从现有的材料上来看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啊 为什么呢 因为陈光呢 他是在1950年7月份啊 由这个叶剑英他们来控制 来来来固执 那么林彪当时是在哪 在干什么呢 啊 林彪当时在1950年2月份呢 就是就病重 病得很厉害 因为当时呢 这个共军呢 打到啊 人马这个共军呢 打到广东 广西啊 打海南岛 那个时候呢 啊 基本就是49年年底和50年年初 这段时间 啊 那么林彪呢 由于这个指挥啊 太累了 所以他一下就生病了 就病倒了 病倒了以后呢 这个病还 而且还很厉害 就在1950年的2月份呢 就回北京了 就是他根本就不在广州 就回北京治病去了 啊 据他的这个 呃 警卫员这些人回忆啊 他说林彪当时 呃 病到什么程度 就说 这个 好像这个 这个行动 行 行动都很困难 所以呢 就是当时 呃 在北京那时候 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 住在哪呢 住在住在这个颐和园 这颐和园 那个厅力馆 那个地方 给他找一房间 而且还是这个警卫员 把他背进去了 哎 当时确实林彪病得很重 啊 那么休养 从2月份就开始 就在北京就开始休养治病 那么4月份呢 林彪还出席了一个 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第6次会议 那么6月份呢 啊 又出在北京呢 又出席了这个 这个七届三中全会 啊 由于呢 这个韩战 大家知道 这朝鲜战争是6月份爆发的 啊 中央呢 当时这个搞了很多的这个高级的将领 高级干部来 开会讨论啊 到底中共要不要参与这个朝鲜战争 所以呢 林彪呢 实际上呢 在这个7、8、9这三个月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啊 参与了中央高层的这个是否参加韩战这个讨论 呃 10月份呢 又被毛泽东派到呃 派到苏联跟周恩来一起到苏联呢 呃 跟斯大林谈判啊 以以最大的这个可能性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 所以我们看从50年2月份到50年10月这段期间呢 林彪根本就不在广州 所以呢 他不可能参与他也没有参与这个叶剑英他们对陈光的这个问题的处理 所以呢 事后的这些个啊 中共这些个宣传材料 这些把这个陈光受的所谓的这个迫害呢 归接到林彪头上去 这显然是啊 没有事实依据的 那么陈光被控的错误到底有 有没有一些是有根据的呢 啊 这个李作鹏 据李作鹏的回忆啊 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有根据的 啊 比如说 搜查他们家的时候说他有私藏私藏武器 但是呢 经过搜查以后呢 除了他们那个警卫班 因为他们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这个警卫嘛 除了这警卫班 每个人有一支枪以外啊 他没有发现什么其他什么武器 呃 另外呢 这个在这个查陈光的这些个文件呢 也没有发现 陈光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因为既然你一开始说他有什么资敌啊 有通敌啊 外逃啊 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他有这些个啊 行为或者是蛛丝马迹的话 你要是搜查他的住所的话 那应该能查到一些个啊 应该能查到吧 但经过这个很细密的这个搜查呢 实际上也没找到 没找到任何这个相关的这些个东西 啊 那么为什么叶剑英他们会认为 陈光会有这些个问题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陈光呢 有点可能是有点鞠躬自傲吧 他这个人呢 觉得自己呢 本来的地位是很高的 军内地位很高 啊 但是呢 长期以来呢 啊 没有得到这个必要的这个重用 因为陈光当年当过什么1150的 这个代师长 当过这个红衣军团的这个军团长 啊 按理说 那他是一个啊 应该是在军内 应该就算不能和林彪平起平坐 那至少那也是一个啊 林彪会相当重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队将领 但实际上呢 我们看呃 陈光的地位 军内的地位 大概也就是跟黄武胜啊 跟韩仙楚啊 跟这些个啊 这个林彪手底下这些大将的情况也差不太多 所以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陈光可能他就是鞠躬自傲 另外他也是不太啊 满意不太啊 服从这个叶剑英的这个领导 啊 呃 据说呢 这个叶剑英呢 在49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 啊 这个跟叶剑英还找这个陈光谈话 说两个人一开始呢 这个谈话的时候呢 呃 那刚开始呢 大家还握手 气氛还挺融洽 但是后来呢 这个叶剑英呢 对陈光有所批评 那么批评呢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甚至于还拍桌子 这个脑的这个不欢而散 那陈光就认为说 你对我的批评 是这个夸大的 是不符合实际的 据说呢 当时陈光搞了一些个这个干部子弟啊 啊 搞了一些个这个 搞了一个培训班 那么可能有一些个不适当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陈光他们用了这个当初啊 所谓敌敌特方面 就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一些个啊 军警线的这些个人物嘛 把他们收拢起来 让他以就是利用敌人的利用敌人的这些个 这些个留下来的这个信息呢 来破获敌人潜伏下来的这些新的这些啊 敌特吧 所以 这可能在用人方面 这个都有一些的 可能有一些不太稳妥的地方了 等等 所以这些个呢 就形成了啊 这广州军区 以叶剑英为首的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对陈光的不满 啊 那么这么一来呢 呃 陈光实际上在这个广州军区就非常的孤立 非常 另外那 反过来呢 这个陈光又不不愿意接受批评 呃 叶剑英这边呢 也下不来台 所以呢 干脆呢 呃 就是把陈光的这个问题把它扩大了 把陈光问题扩大了以后呢 就往这个敌我方向呢 这个来这个往敌我方向来靠 比如说你有通敌啊 呃 你有这个外逃啊 啊 等等等等 就啊 等于是无限的上纲 无限的夸大 呃 而且后来中央呢 据说还派了什么流星元啊 娘帝业 这原来四野的 呃 林彪的这些老部下们 来找陈光谈话 呃 劝这个陈光说 你就承认一下错误嘛 啊 等等等等 那陈光就不服 陈光说 你你这个 这个你说 你们说的这些问题和这事实出路太大 而且对我处理也也不公正 啊 而且呢 他认为这个是叶剑英呢 是因为个人的恩怨 这个陷害的 所以呢 就拒绝接受 所谓组织上对他的帮助 那么这么一来呢 那当然这个矛盾的就加深了 这个矛盾加深以后呢 五一年的二月份呢 这个中共中央呢 这个中南局就做了一个决定 呃 就批准华南分局开除陈光党籍的决议 他这个决议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呀 说陈光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共产党员 和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 呃 他在早年的革命斗争中 对党对人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 啊 但到后来 由于他自高自大 不求进步 背上了老资格功臣 这个沉重的包袱 使他头脑昏迷起来 在党内外 胡作非为 目空一切 呃 并从而发展到 长期不接受党的领导 对党闹独立性 呃 所以严重的就是要开除这个陈光的这个党籍 啊 李作鹏呢 他呢 就曾经 就事后呢 他曾经去找这个罗荣环 问罗荣环 这个到底这个陈光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他因为知道这个罗荣环呢 是林彪四野的这个政委 那么基本是四野的两个大家长之一 除了林彪之外 那罗荣环又是元帅 又是原来四野的政委 所以呢 他这个是一个这个这个应该是四野里德高望重的一个军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级的干部 那么李作鹏就问这个罗荣环说那么这个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罗荣环呢 跟李作鹏就说 他说啊 这事是由叶剑英来处理的 啊 你以后就不要再过问这件事了 也不要再多说话 啊 防止别人说你是什么山头主义啊 宗派主义啊 等等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来讲 啊 当时中央对 啊 陈光的处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来讲啊 就是给当初给陈光啊 扣的这几顶的大帽子里边 这个通敌 外逃 私藏武器 这个三点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那么只有一个那可能是他这个陈光倒霉的倒台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也就是说呢 他反对领导 对广东现任的这个军政领导人不满 那么这一条呢 大概才是一个啊 一个真正的原因 据陈光的夫人的回忆呢 啊 这个叶剑英找这个陈光 事后呢 还找他谈话 这个谈话以后呢 呃 陈光依然这个脾气很倔 这个 这个闹得很厉害 呃 叶剑英甚至于当时还说说 说你这个 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 对吧 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 呃 陈光说呢 说无原则的批评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是双方就越来越僵了 那么基本上来看呢 他就所谓这个不 反对领导 这个不接受这个反对线 广东现任的领导人 这个恐怕才是 呃 陈光倒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呃 后来呢 这个1954年6月7号呢 陈光呢 在这个软禁期间病逝 那么这个是你做蓬回录 这么说的 呃 但是呢 有其他的资料是说呢 说陈光呢 当时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所以呢 他 他就在这个54年6月7号呢 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 把自己的被子 桌子 凳子 堆在一起 然后就自焚了 呃 中年呢 49岁 应该来说呢 还是很年轻的 49岁就这个 这么 呃 在军队里 这么有这么好 高的资历的一个高级将领 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 啊 就就就就 就去就去世了 这个还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啊 在我们现在来看 毛泽东呢 后来在1955年 这个10月召开的这个 七阶六中全会上呢 也把陈光这个事呢 拿出来说了一说了一番 这个毛泽东呢 就说啊 说这陈光啊 是和这个陈独秀 张国焘 高刚 饶术时 他们这是一样的 说他们这几个人 是不可救药的 这个如何如何 所以呢 这陈光呢 后来就被戴上了 这个反党帽子 那么这么一来呢 那当然就更不能 就是陈光这案子 就更加的没有办法 啊 得到啊 真正的这个 客观的评价了 那么什么时候 陈光的案件 才得到真正的平反呢 那是一直到了1986年 87年的时候 啊 1987年 中纪委中组部 再加上解放军的这个总政 军纪委的总政 搞了一个联合调查组 然后呢 据说是经过了认真细致的审查 然后呢 就说呢 是陈光同志解放初 所犯的错误呢 纯属人民内部矛盾 啊 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 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 哎 那么也就是说呢 1987年才呢 正式的啊 给陈光呢 做了一个结论 那么1988年 1988年4月份 那么中共中央呢 正式的为陈光平反 恢复党籍 恢复名誉 啊 那么 为什么他这块坚持 还说是林彪迫害啊 那么为什么是1987年 而不是更早一些时候 如果是林彪迫害了陈光的话 那么林彪早在1971年 就林彪事件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在了 那么如果是林彪迫害的话 那么至少七年以后 陈光的这个事件 应该有机会得到这个平反 如果没得到平反的话 那到了1980年 啊 两岸审判了 那林彪已经被定为反革命 这个集团这个 这个头子了 对吧 反革命集团首饭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陈光是不是应该得到平反了 实际上也没有 而是一直拖到了1987年 为什么拖到了1987年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1986年10月 叶剑英去世了 也就是说 啊 搞陈光的这个最大的头子 这个最大的这个这个主持人 叶剑英不在了 所以呢 那中共中央才开始 那中共中央才开始 才可以啊 开始给这个陈光这个平反 啊 由此其实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啊 陈光这个陈年就案呢 如果不是因为 叶剑英在1986年10月去世 那么1987年 中共中央这个中纪委 他们也不会搞一个联合调查组 去调查陈光案件 更不可能在1988年给陈光平反恢复名誉 哎 所以呢 整个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叶剑英啊 一手搞出来的啊 当然你说陈光是不是有一些缺点呢 当然是有一些个他个人的有一些性格方面的问题啊 但是呢 也没有也没有严重到说是什么反党反革命啊 是什么通敌啊 外逃啊 什么这些事情 通通都是没有的 那么叶剑英之所以要把这个案件打成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抵我矛盾的 这个事件 那么把陈光的长期的监禁这个关押 这个呢 可能确实是叶剑英本人 他跟陈光之间个人的一些恩怨 那么以权谋私啊 这个这个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不同 不同意见的一些个这个党内党内军内的一些战友 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中共这个建政以来啊 这多年啊 经常发生的我们见多见多不怪的一个事件 只不过是因为陈光这个案件呢 因为发生的很早 呃 内情呢 又被这个封锁 所以呢 知情的人是并不多 呃 以至于大家对这个人 对陈光这个人的名字呢 非常的不了解 呃 很多很多的这个冤假错案 那么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这些人呢 如果他们一旦他们还在台上的话 你想平反 你想你想把这事件重新评价 那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非得到他们这些当事人都不在了 那么才有可能这个逐渐的 这个逐渐的 厘清事实 哎 但是呢 当然在平反陈光的案件的时候呢 呃 仍然还是不能提叶剑英 那么还要把啊 陈光被被受迫害的罪名呢 要放了林彪的头上去 哎 这个呢 仍然是中共现在这个啊 研究历史方面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一个现象 好 那么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个 李作鹏回忆录里面有关的这个 这个陈光的这个案件